桃園青榜代表队 平正高中再度传出好消息 这次参加2022美国小马联盟 帕马级世界青榜锦标赛 以5比0打败德州拉雷多 拥多世界冠军 也为台湾夺下了第四座的冠军宝座 教练也叫我放开 那一球刚好 抓他想要的球 他就去做攻击 他也没有想说要打前来打这样 就只想说把球打到场面 也谢谢教练的鼓励 也可以让我们 就是这样 让我有信心的 所以才好是去学校 今天先发 蛮兴奋的吧 因为自己肯定了 就算高中最后一场比赛 就是主要是来说 教练我们如果说丢准就好了 颁奖典礼上也特别与桃園连线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贺电表示恭喜 我们要恭喜平正高中第四度荣获小马联盟世界青棒大赛的世界冠军 我们最后以5比0 我想大家都非常能够了解到平正是一个棒球的王国 是一个棒球的象征 平正高中在2012 2018以及2019年拿下本赛事的冠军 今年再度勇夺冠军 累积为台湾夺下四座冠军的宝座 实力非常坚强 总统也表示 期待球员在未来的棒球生涯坚持努力 持续发光发热 为桃圆为台湾争取最大的荣耀 记者东云飞市府采访报道